无愧的工人 请安 亲爱的朋友你好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无愧的工人这个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叶光明 为了帮助你更好的研读圣经 我特别问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这是免费送给你的 欢迎来新索取 小册子名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好 言归正算 上次节目时间我们已经总结了 祭司的国度这样的一个话题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题目的探讨 讨论一个新的题目 这个题目是新月圣经当中 常常提到的一个题目 这就是香蕉 香蕉 新月很多的作者都把当时 日常通用的一些字眼 用来表达他们在福音信仰上的 他们的某些经历了 于是这些平常常用的字眼 就多了一个很特别的意思了 而其中的一个词就是香蕉 这个词还有另外的一个意思 就是一起分享或者说享用 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 保罗就曾经讲到香蕉 保罗说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召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一同得分 那当福音被传扬的时候 那些做出反应接受的人 那就是被召的 或者说是被邀请进入与耶稣基督 相交之中的 我们作为信徒的 那就是被召与基督一同得分 也是被召的跟其他的信徒一起 在基督里一同得分的意思 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 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那总括一点来说啊 救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让信徒 基督与基督耶稣相交 并且信徒彼此之间也在耶稣基督里有相交 那只是很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啊 因为过分的注重传统的模式 形式的方法 结构 还有组织 以至于忘记了这些 都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乃是 这些模式和结构为信徒所带来的相交的一种机会 所以 有人就是为了会议而开会 商讨过了 议定好了 决定了的 就完事了 很少人会把握着这些在一起的时间去彼此认识 也可以说彼此的相交 所以无论开了多少次的会议 参加了人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更深一步 还只是停留在很表面化的阶段 其实相交啊 那是最终的一个目标 当福音被传开的时候 人就被照进入了基督耶稣里 彼此相交了 好 让我从自己的例子当中啊 跟你说明人怎么样被照 进入耶稣基督里相交的 那对于神呼召我们做他的传道者 我是十分肯定的 我知道神要用着我去传道和教导圣经的知识 这是我从最初听见神呼召的时候就非常清楚的 但是我就可以告诉你啊 传道和教导的工作都不是神呼召我的最终的目的 这些都只是帮助我跟其他信徒之间呢 有相交的媒介而已 如果我在当传道和做教师 或者说教导圣经的时候啊 不能够做到跟其他信徒相交的话 那么我所做的可能说是毫无意义的了 还有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非洲的一位教师了 那他是师范学院的院长 他的任务其中之一项呢 就是要教导那些青年的老师们如何去教导一些实用的课题 在接受训练的时候 这位院长就会坐在学生的座位上 给每一位练习教书的那些老师啊 打分 也就是给那些啊 预备做老师的老师打分 院长首先要求每一位老师啊 要教一份功课计划书 说明了要用的是哪一种的教材 课题的目的又是什么 希望达到的结果又是怎么样等等的 都要写清楚了 院长就会按照教师所写的和所能够做到的做一个比较 那有一天呢 一位年轻人在实习课里边呢 就讲到有关卫生的课题了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备课 又有一幅很精美的图画 作为教材 他就查看学生们所抄的那个图画 院长发现学生所抄的跟刚才年轻的老师所教的重点 有很大的分别啊 这就表明了学生并不十分明白老师刚才所教导的是什么 所以院长就对这位实习老师说了 你有很好的备课 不错 做了很好的准备 有非常好的图画教材 但是你却没有让学生们明白你所教导的 还有啊 你根本没有检查学生所画的 你没有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正确的把你所教的东西给写下来了 那你注意了啊 这位年轻的老师啊 就犯了最严重的一个错误 所以我们这些作为神无愧工人的 也要常常检查我们自己的表现 我们所讲的道可能是很好听的 我们所举的一些重点 一些例子也是很清楚的 我们所带的一些教材可能也是很精彩的 但是却不能去看一看 究竟听到的人是不是已经完全能够听懂了 明白了呢 是不是明白了呢 要不然的话 我们这些做教导的就没有达到与信徒相交的目的了 那么即使是我们在辛苦在劳累的做工 我们也是得不到好结果的 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头啊 继续的来查验一下 在我们所参加的宗教活动里面 有没有达到相交的目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哥林多前书 我们看第一章第九节 经文这样说 神是信实的 你们原是被他所造 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还有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 约翰把新约的作者记载耶稣的生命和事迹的目的告诉了我们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一到三节 经文这样说 论到起初 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福音的记载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人性的一个大特写啊 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就是那活生生的道 他成为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 那然后第三节就像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新约的作者要把有关耶稣的历史事迹记载都告诉我们知道 第三节里头的使那行使的使这个字啊 那就是指着目的而说的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 你注意了 这以后两句话也就是福音的最终的目标了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那么简单一点来说嘛 福音就是一项邀请邀请全人类分享在三维一体神里面享受永远的相交 在三维一体神里面有三样东西是有永恒性的 三维一体神那就指父神 圣子耶稣基督和神的圣灵而说的 在前段时期的节目时间里头 我们已经谈过了关于神的父性 我相信你还记得吧 第二样永恒性那就是神子耶稣基督 而第三呢 那就是借着圣灵与父并子所有的相交 在三维一体的神里面 父子与圣灵中间有的是完全的和谐 契合的关系 爱就是这样完全合一和和谐相交的原因了 是在灵里的 而在现代呢 我们做信徒的也能够在这完美的相交里面享受得到的 从约翰一书的一开始那儿啊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旧恩的最终目的 那就是要把人带进与使徒的相交里头 同时啊 人也可以分享到使徒与父神 并圣子耶稣基督之间的那种相交 好 让我们再来看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吧 经文这样说的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何等大的荣耀啊 我们被邀请进到三维一体神的完美相交里面去了 这就是福音的经义啊 父神与圣子之间的相交是在灵里的 是一种完美和谐的合一的关系啊 而信徒是何等的蒙福得以进入与神相交之中啊 就正如主耶稣所说的 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二十二节 经文这样说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赐给他们 使他们合尔为一 向我们合尔为一 你看看啊 使信徒 使教会合尔为一 就是福音的最终的目的 这合尔为一的关系 就好像是三维一体神里面 由父子所表现出来的完美的相交 他们的相交是在圣灵当中的 那所以啊 福音可以说是神向人发出的一项邀请 让人可以进到圣父圣子的相交里头 跟其他信徒一起 借着圣灵啊 我们可以享受到神里面的 和尔为一的那种完美和谐 香交是一个考验我们的地方啊 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 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探讨香交的问题 他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五节那说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那因此 福音的信息就是 神是光 在他里面毫无黑暗 使徒保罗在别的地方也说过 光明和黑暗是不能相交的 绝对不可能的 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 是先把光和暗分开来的 这种分隔和分别是一直存在的 那所以 如果我们想与神相交的话 而神就是光 因此我们就必须住在光中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圣经说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仍在黑暗里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你看了啊 我们不能在黑暗里头 与这一位就是光的神相交啊 约翰清楚的向我们指出了 凡是恨弟兄的 都是住在黑暗里的 那么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对别的信徒 有不好的态度 轻视他们 批评他们等等的话 那我们就不能与神相交咯 因为我们是在黑暗里的 是不能与神相交的 那紧接着第七节圣经就说了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我们一切的罪 好了 这个地方我请你注意了 这里讲到耶稣的血 也洗尽了我们一切的罪 他不单是指我们过去 所犯了一切的罪 更包括了不断的在洁净我们 使我们得到洁净 如果我们一直在光明当中行 一直与信徒彼此相交 那么耶稣的血 就一直的在洁净我们 使我们能够保持清洁了 现在我们留意 相交的中心地方了 那是在光明中行 和被主的保血洗净 在两者的中间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强调了 耶稣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 不断这个事实 然而我们却忽略了这个事实 所要求的条件 那除非我们首先达到这个要求 这个条件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能够得到这个结果 要得到主的保血洁净的条件 是什么呢 那就是要不断在光明中行 如果我们不断在光明中行 就会有两个结果产生了 第一 我们可以不断有彼此的相交 第二 耶稣的保血 不断的帮助我们持守洁净 相交是十分重要的 而信徒相交 这正好考验我们属灵生命的景况了 如果我们没有彼此相交的生活 我们就明显不是在光明中行了 当我们不在光明中行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得到主保血的洁净了 所以信徒彼此的相交 对我们灵性的光景是一种考验 在正常的状况底下 如果没有跟其他信徒的相交 就不能算是在光明中行了 也没有得到洁净了 好 我再把这两个重要的真理说一遍 首先 没有相交 就不是在光明中 信徒如果不能彼此相交 就显著他们仍然是在黑暗中 第二 主的保血不能洗净在黑暗里的人 如果信徒不在光明中行 主的保血就不能一直的保守他得到洁净 我们不要只是讲主的保血的洁净 而忽略了主所要求的条件 只有那些在光明中行的信徒 主的保血才不断的洗净他们 所以我们应该去追求的 不是主的保血洁净 而是行在光明之中 因为当我们行在光明中的话 主的保血自然就在我们身上生效了 人如果不在光明中行 他就是在黑暗里 如果他希望 罪得到洁净 恢复与神的关系 他就必须要回到光明中来 那不过 这是比较困难的事了 当人离弃了光明 进入黑暗之中之后 他很难回头啊 再进到光明中的 因为光明会把他一切的软弱 污秽罪恶都显露出来呀 这是人本性里头的 不愿意面对的一件事实 因此 要重新的返回光明中 就必须要经过认罪悔改了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八到九节经文说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看到啦 神的应许就是 当我们回到光明中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洁净了 我们不会再受罪的缠绕了 然而 如果我们仍然是甘愿在罪恶当中生活的话 我们就不能得到洁净 这正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 好 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 第十九到二十一节 那这是一段比较严肃的话了 耶稣这样说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道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凡作恶的便恨光 并不来救光 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 要显明他所行的 是靠神而行 你看啊 当光来到的时候 我们对光的反应 就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命运了 如果我们仍然住在黑暗里头 我们就仍然被定罪 但是如果我们离弃黑暗了 进入光明 我们就会被称义 得到洁净 罪得赦免了 那今天 当你听见这个信息的时候 你也要做一个很严肃的决定了 光已经来了 你的反应是什么呢 你怎么样对待这个光呢 我真是盼望你能够来 就尽这个光 接受这个光 你只要向神承认你的罪过 神就会赦免你 除去你一切的罪 因为神是信实的 香蕉实际上就是一处考验我们的地方啊 是一条分界线 把在光明中和在黑暗中的人分别出来 也许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吧 那因为什么时候 当我们贪爱世界了 离开神的时候 立刻的我们与神的关系 与信徒的相交 就会出问题了 因为我们已经踏进黑暗里头去了 我们可以用旧约的大卫王做一个例子吧 当大卫仍然是一个木童的时候 也就是啊 是放羊的那个时候啊 有一次 他要去迎战巨人哥利亚了 大卫的装备 那只是几粒光滑的石头籽 并没有全副的盔甲武器 那你有没有想过啊 为什么大卫要那光滑的石头籽 因为如果石子的是很尖锐的 是很不规律的 他就不能随意的把这个石头籽扔到他要打击的目标去了 这些尖角就会成为他的主力了 所以大卫要的只是五粒光滑的石头籽 他不是到山上去找 而是到河边去捡了 因为他知道可以在河里头找到光滑的石头籽了 大卫捡了五颗 但实际上他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颗就够了 因为他第一次已经就击中了巨人哥利亚的脑袋了 把他给打倒了 只有河里面光滑的石头籽才能够把敌人击中啊 这可以向我们启发一些鼠灵的应用了 为什么河里头石头籽是光滑的呢 因为我有水不断的冲击啊 和石头籽之间呢 彼此的摩擦呀 碰撞啊 所以石头籽啊 就变得光滑了 同样的 信徒香蕉也是这样的 信徒的香蕉不是建立在自我和骄傲的高山上的 而是在谦卑的深谷之处啊 在那里有神的话语像流水一样的洁净我们的内心 使我们变得光滑洁净 还有信徒之间彼此的底力 接触 也可以把我们的愣脚或尖脚给出去的 使我们成为主所合用的器皿 当然了 对付自我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经历 但是所结出来的果子呢 却是对我们的生命大有益处的 是能够被神使用的 好 节奏下来我们要讲一讲在神里面的香蕉 神里面的香蕉啊 是永恒的 也是神旨意的发源地 我再说一遍 神里面的香蕉是永恒的 也是神旨意的发源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 神一切的旨意都是从神里面的香蕉而产生的 我们可以看一些例子吧 首先我们看看神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的情形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圣经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那你要留意 这个地方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这样的含义和决定啊 是由三位一体神去做的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当人犯罪在伊甸园里头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 结果怎么样呢 创世纪的第三章二十二节圣经这样说了 耶和华神说 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 能知道善恶 那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神所做的决定 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 我们就是指三位一体的神了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显示出神的独特来 第三个例子 当人决定要建造巴别塔来传扬自己的名的时候 创世纪的十一章第六到第七节 圣经就这么说了 耶和华说 看啊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这个地方你注意啊 是记载三位一体神的决策 是神与神之间的商量和决定啊 另外一个例子是以色亚书里头记载的 神坐在荣耀的宝座上 令以色亚大发战精啊 后来以色亚得到天使用坛上的炭火来洁净了他的嘴唇 在洁净之后他就听见神的声音 以色亚书六章八节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再次讲到 神在商量说 我们可以找谁做代表呢 换句话说 我们所看见的一切神的作为 包括了他的创造和他的救赎 全部都是在神里面的香蕉而产生的了 喜悦圣经也同样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图画 我们可以参考约翰福音 看看在神里面那种完全的香蕉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到二节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永恒的道 其实就是圣子耶稣 他与神有完全的 不能断的面对面的深交 那这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能够看得到的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可以рен接种 我们戴爱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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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том 者好 老师 有一和 在 这 侍 逅